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 史诗集优化来了 真正的减负开始,可还有多少玩家呢? 圆神纳塔新角色属性,星级确定 旅行的意义又回来了 圆神,新角色技能曝光,燃烧队射后来了 纳塔新玩法夜魂太来袭 圆神,外网曝光5.0卡池封面 纳塔预告PV来了 4.8可获原始统计 圆神早期版本可以说是 根本没做什么功能上的优化 直到封担版本后各种优化接种而来 新一期优化又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优化吧 首先就是日常委托的历练点 当初这个功能上限时很多玩家都拍手叫好 终于可以减负了 可没想到这个历练点会清零的 第二天又要重新获取 这么一来这个功能都没有减负的效果 当然对于上限做任务开 老乡的玩家来说确实不错 但对于老玩家而言,上限还是照常轻委托 这功能就成了摆设 现在假内鬼又死光了 拳王找不到几个赶爆料真消息的博主了 但外网却依旧还是法外之地 近期有玩家赛出了外网图 看着封面像是5.0纳塔首个版本的卡石信息 分别是 钟离生和木拉尼基尼奇这四位 从封面图可以看到木拉尼是随系角色 也就是玩家戏称的鲨鱼妹 而基尼奇则是草系角色不出意外接下来就是纳塔PV了 而且也会是在7月放出就和封单虚米一样 玩家们可以从预告中获得更多关于纳塔的信息 接下来的纳塔娱乐应该会有不少活动 最后就是4.8版本可获得原始统计 但不是太乐观 林克党只能获得58抽 月卡党则是82抽大小月卡党是90抽 这4.8版本也太扣了吧 就算有新地图可以探索 可获得的原始也是少的可怜 不过现在很多玩家的地图 应该都是没怎么去探索吧 原始奖励少得可怜 说是备战纳塔 但现在玩家们的课金欲望明显下降了 4.8过后 历练点将不在清零可以保留一段时间 这功能早点优化说不定还能留住不少老玩家 然后就是世界巴士刷新时间缩短了 现在只要10秒就能刷新 对于轻体力的玩家而言 这优化真是舒服了 然后就是见面隐藏功能画面瞬间变得清爽了 对于喜欢拍照整活的玩家来说 这简直就是史诗级优化 最后就是任务对话功能可以回顾了 喜欢剧情的小伙伴这下 不用担心错过对白儿不明所以了 优化确实非常好 但这优化要是能早点来就好了 还能挽留不少老玩家 本次官方公开PV后可谓是热度大涨 很多玩家都好奇 那塔国的这些新角色都是什么属性及星级 毕竟这个影响后续抽卡归坏以前还有内鬼爆料 现在就只能官方爆料了 首先比较明确的就是这两个 左边的兽尔罗利叫卡奇娜 从外观上看应该就是四星演戏了 而右边的则是马拉尼 被玩家戏称为鲨鱼妹 是五星随系角色 依安娜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也都知道是火系角色 至于星级应该是为四星 当然这里只是盲猜 按照对朗米角色设定的习惯来看 四星的概率确实会比较高 封单版本已经接近尾声 很多玩家都在期待那塔的开放 特别是新角色的放出更是令玩家期待 那塔的角色也是正常肤色不会是黑皮 接下来那塔的PV也快放出了 娱乐活动也会随之而来 那么在那塔开放前 又有哪些消息值得关注呢 内鬼在国内已经被团灭 现在的网传消息大多来自外网 消息的真假还不敢乱下结论 但有不少可信度较高的消息可以看看 首先就是大家之前一直期待的做起系统 现在已经确定是叫夜魂态 就是前瞻放出的三位新角色乘坐的交通工具 这个系统有点类似汽车 需要消耗一定的夜魂态才能使用 而这个系统最大的好处是不限地区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系统会不会和角色绑定 要是这么做的话 那后续真就是那塔角色的天下 其他角色无法使用夜魂态 乐趣上就差很多了 然后就是新角色的技能也有消息了 首先就是这个马拉尼看着技能介绍有点猛 不过这也没办法这么简约的介绍也只能大概看看 但可以确定这角色定位是这位辅助或是-C 最后就是基尼奇了 看似消的少年从技能描述来判断应该是位主C 而且这介绍还强调的是绑定燃烧队 技能还有夜魂有关联 看来那塔会有很多角色和星机之有关 就如风丹的角色一样 而这位看似消的少年名叫基尼奇 设计非常有特色有很多像素图 感觉像是个喜欢电玩的不良少年是五星草系角色 而这位寿娘的星集不出意外就是五星了 胸口的神之眼已经告诉我们她是一位岩系角色 而这位粉魔小少女从外观上看不出是什么属性 但星集应该是五星 不过推测最多的还是兵系角色PV中也是位暴躁的小女孩 不懂会不会变成闪兵那样动不动就爆出口 而这位成女的属性不用说也都知道了吧 那塔国怎么可能就这么一位火神是火系五星呢 以前夜来因为胸前的字被玩家调侃胸有大字 那么肩膀上有字又该怎么调侃呢 另外就是这位站在队长旁边的陈南 很难从她身上发现关于元素的信息 以劳敏的尿性又没特色的角色星集必然不会高 而属性方面好像就缺一位风系了 最后就是火神和队长了火神就不用多说了 星集火系角色 不然怎么配得上火神的名号 队长的话很早之前的PV就曝光过 星集必然是五星但元素属性就猜不透了 新角色看得下来 女性居多看来旅行者又找到旅行的意义了哈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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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 再见 感谢观看